继续关注大陆的十一假期已经过了一半 明天全国的运输就要进入了返程的阶段 不过在这个时刻 海南三亚却出现了两日感染的病例 要实施全员的核酸检测 而且还要求在当地的游客 结果还没出来之前都要避免外出 而现在北京也宣布下个月要举办大型的马拉松 起跑之后的参赛者可以不用戴口罩 外界认为这也很有可能是 大陆已经预期要来松绑防疫的讯号了 而倡导十一假期就地过节 过去很热门的景点热度都退烧 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轻旅行 像是上海推出了双层巴士观光 而大连一个翻新的老工厂 也有六公尺高的仿生机械巨熊 都吸引了民众去前往游览 拿着手机比对价格看准要买的 海南免税店推出部分商品优惠 有些甚至打到四折 促销力道之大 在这个十一假期找回人潮 我觉得促销力度很可以了 就部分品牌吧 而且奢侈品什么的 也有一些折扣款特别的划算 大部分活动都是会持续到这个月 国庆期间的客流量 其实都是在稳步提升的 相比于昨月中旬的这个经验人数 是有成倍增长的 为了抢回先前疫情时错失的旅游商机 海南这回在十一假期间推观光十分卖力 不仅是免税店 饭店也跟进推活动 除了在住房方面的特惠以外 也纷纷都推出了含住房美食以及娱乐的一架全包产品 来迎接我们的岛内外的游客 正当海南全力拼观光 疫情却又上门 3号海南三亚爆出两例感染 全市立即展开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更要求在当地的游客结果未出前 避免外出 经基因测序对比 所设毒株为新冠病毒 奥密克隆电影株BA点5.2进化分支 与外省流行的病毒系列高度同源 虽判定为外省输入病例 但三亚的海棠区 于芝州岛景区实施临时管控 岛上约2000名游客 必须完成三天两检才能离开 旅游到一半 却被疫情卡住 大陆的严格防疫 究竟何时要放宽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起点为天安门广场 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 北京宣布副班大型马拉松 日期定在11月6号 限额3万人 只设全马赛事 起跑后参赛者可以免戴口罩 由于北京马拉松从疫情发生后 就一直停办 这回突然重启先起讨论 认为这可能是大陆官方 要松绑防疫的讯号 昨天全国公路约发送旅客2700万人次 比2021年同期下降33.4% 大陆11假期已经过半 10月6号就要进入运输返程阶段 除了公路外 4号铁路发送旅客590万人次 从出行数据看来 依旧没多大起色 过去假期间 大陆媒体最爱报导的民胜景区之一 张家姐天门山 11假期连三天 游客数不过万人左右 来的目的就是挑战这个玻璃栈道 对 往前看 不要往下看 害怕不敢怒了 害怕害怕 人少到小朋友还能趴在玻璃栈道上 尽情拍照 热门景区退售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城市轻旅行 上海推出双层巴士 游览城市路线 我发现 视角真的很独特 能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地方 上海的野生动物园 则是天天办活动 实际期间 还帮园区三只大熊猫过生日 另外在辽宁大连 一个老工厂改建的集结文化商业旅游中心 用高6公尺 重25吨的巨大放生机械熊 吸引游客 这个熊嘛 然后我们特别的震海 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新的卖点吸引人潮 各地想方设法在假期间挖掘商机 要想恢复到过往熔景 就盼大陆官方在这11架齐后 严格的防疫能出现转变契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